俄羅斯進攻烏克蘭戰爭已經第16天了 現在也改採了轟炸政策 烏克蘭的15座城市呢 同時的響起了空襲警報 也督促民眾趕快到這個避難所去躲避 英國的國防部有最新的一個消息 說在基輔西北部呢 俄軍是持續的逼近 目前距離市中心只有25公里 俄軍突襲民宅炸出了巨大的火球 整個天空都被染成了橘紅色 烏克蘭中南部第四大城 地虐伯羅遭遇空襲 包括了幼兒園 公寓和一基血廠 都被移為屏地 原本在基輔西北方的俄軍 持續的逼近 現在距離市中心僅25公里 不但響起的防空警報呼籲民眾避難 同時也可以聽到槍聲大作 情報顯示目前俄軍支援地面部隊的軍機 主要使用無精準設定攻擊目標的亞旦 而浙江大幅增加平民傷亡的可能性 而軍多方晉級 目前烏克蘭至少有15個地區 傳出了警報聲 烏克蘭也研發出了一款燃收 但無人機在無人機上面安裝了啤酒瓶 酒瓶裡面放進了火藥 成功的射出 同時民眾也拿起了武器 為一場即將來臨的血腥戰鬥做好準備 每個世界都是災害的 這是災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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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它會在未來結束 而在南部城市 美利托波羅遭到了俄軍攻陷 市長竟然被親俄的武裝憤死 從市府的大樓掠走 而這也是俄烏戰爭以來 首次有烏國的政府官員 被俄軍或是親俄的部隊拘留 眼看情勢逐漸失控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若俄羅斯在烏克蘭動用化學武器 將會付出沉重的代價 烏克蘭總統泽倫斯基再次露面 強調戰爭處在一個戰略轉類點 恐怕也是警告國人 基輔之戰即將到來 記者綜合報導 那俄羅斯的後援到底夠不夠呢 最近烏克蘭他就發布了一份公開信 但這個信裡面蠻諷刺的 感謝俄羅斯的政府貪污 說是讓俄軍淪落到要穿紙板防彈衣 這到底真的假的呢 那既然都已經知道穿紙板了 還真的要穿嗎 甚至還有PO出這個照片 只是這個新聞到底是真是假呢 因為這個照片裡面說 俄軍是用彈盒 好就是那個紙漿盒啊 填充這個坦克裝置等等 大酸俄羅斯毫無戰鬥能力 俄羅斯坦克大陣仗前進 綿延好幾十公里 卻被爆料士兵裝備慘兮兮 身上的防彈衣 竟然是紙板做的 表面輕易就能挖出一個洞 根本別想防子彈 烏國發文大酸 感謝俄羅斯政府貪腐 軍隊才會如此窮酸 甚至俄軍坦克兩旁的防護裝置 竟然是用紙板彈盒填充 一個個堆疊在杯袋裡 掉出來讓人看傻眼 就連戰車都沒有塗上衛裝保護色 直接裸車天空欄開上陣 士兵擠在車上毫無掩護 很容易被鎖定一槍斃命 烏克蘭也出現徒手拆彈專家 面對一顆巨大的衛爆彈 兩名男子超淡定合作 一人小心翼翼緩慢地將頂部拧開 拆除隱性 另一人不疾不徐 把水淋在衛爆彈的頂部防止靜電 短短31秒成功拆彈 被外媒大讚穩定的雙手鋼鐵般的抑制 另一邊戰場前線 烏軍近距離和俄軍交火槍炮聲隆隆 烏軍跪爬數從躲避場面驚險 把馬里奧鎖全都抑制了 全都抑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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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表示 烏軍靠著這些城市防禦力 以及打了就跑的戰術 推估還能堅守基辅四到六州 不過俄羅斯人處強勢地位 戰勢恐怕沒那麼樂觀 記者綜合報導 我們打仗的時候最怕核武化武跟生武 現在俄羅斯在聯合國指控說 烏克蘭跟美國在烏克蘭境內 研發生化武器 要求召開聯合國安理會 那麼在美東時間11號的會議上 美俄兩國的聯合國大使爭鋒相對 互相指控對方 我們認為 烏克蘭可以使用 chemical or biological agents for assassinations 作為一部分發生的事件 或是要支援武器 或是支援武器 俄國大使表示握有證據可以證明 美國在烏克蘭境內資助並且監督至少三十多間生物實驗室 而美國大使則反指俄羅斯的指控根本是為了掩蓋自己研發化武的事實 根據CNN的影片 俄國指控的生物實驗室是美國和烏克蘭合作研究致命病毒與化武的地方 不過美國多次澄清實驗室研發的是疫苗 聯合國安理會部分成員也圍剿俄羅斯 指控俄羅斯再搞假訊息 我不會討論訊息 但俄羅斯會用用的化武器 根據CNN報導 美國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俄羅斯握有化武 只是不斷暗示俄羅斯有類似的歷史 雙方的爭執仍然停留在唇槍舌戰 俄國也尚未提出證據 大陸常駐聯合國大使張軍則表示 他們注意到俄國提出的文件 呼籲美國出面解釋並且接受檢查 那現在什麼? 什麼是在準備了化武的攻擊 你們決定進行化武的攻擊 澤倫斯基也出面反駁研發化武 他表示 如果想知道俄羅斯的計畫 就看看他怎麼指責別人 對於俄羅斯可能以此為藉口 在烏克蘭使用化學武器表達擔憂 記者劉家宇報導 烏克蘭的國防部 在臉書上就發布了一個新公告 說如果俄羅斯的飛行員 這等於是招降了 如果你們願意開著可作戰的飛機 你飛到烏克蘭投誠的話 最高送你100萬美元的獎金 但是他沒有說這個錢從哪裡來 那麼俄烏開戰已經超過了 兩個禮拜16、17天的時間了 烏克蘭在這之間不斷地對外求援 然後積極地招募外國的志願軍 烏克蘭的國防部呢 就在今天對俄軍釋出了投誠計畫 表示要提供賞金、公民證 還有政治庇護給願意投誠的 二國飛行員 如果說駕駛可作戰的飛行器 飛到烏克蘭投誠的話 就給你100萬美元 那麼如果是駕駛直升機的飛行員 也有50萬美金 今天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水神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三分鐘喔 它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就可以買到了